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部改革和振兴天主教教会 为此目的 大名鼎鼎的伊格纳丢 还创立了大名鼎鼎的天主教修会 耶稣会 话说1491年10月23日 伊格纳丢生于比利牛斯山脉附近的罗要拉城堡 该城堡就是在现代西班牙巴斯克自治区 吉普斯夸省的市镇阿斯佩迪亚 伊格纳丢的家庭 是卡斯蒂利亚王国巴斯克族人的莫洛贵族 他是家中13个孩子中年纪最小的 刚出生没多久 他的母亲就去世了 他由当地的一名铁匠的妻子抚养长大 所以他没有接受过太多的正规教义 不过伊格纳丢从小就非常热爱军事 并且对名望有着极大的渴望 且颇有侠义上武精神 到了17岁时 伊格纳丢 立志从军 他先进入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二世的宫廷中充当侍从卫士 后又到那耶拉公爵的手下做事 他的领导才能和外交才能深得公爵上师 他常常身披战袍 脚蹬战靴 腰胯剑筆 卓一模仿 传说中的古代侠士 昂首阔步地向别人炫耀武力 俨然一副彭克剑式的粗暴形象 不久 他如愿以偿加入军队 1521年 在与法国军队作战中 十年三十岁的伊格纳丢 英勇守城 导致右腿受了肿伤 他只得退役 回到老家罗要拉城堡修养 为了修复腿部 在那个对麻醉剂一无所知的时代 他强忍着剧痛 接受了数次外科手术 拥医们将他的骨头固定之后 重新折断 再固定 折腾到最后 这些外科手术 让他的右腿比以前短了一些 落下小小的残疾 这样 他再也不能重返军队 在医治和养伤的同时 为了打发寂寞 无聊的漫漫长日 伊格纳丢 请他的嫂子 为他找来了一些书 他读了基督传记 还有岛名传记 和方济传记等圣人列传 当他读到 十四世纪神学家 萨克森的鲁道夫写的 基督生平时 伊格纳丢 受到极大的激励 从此利益 现身上帝 争取当一名基督精兵 鲁道夫在书中 鼓励读者 要在想象之中 把自己置身于福音故事里面 来得到上帝的启示 伊格纳丢 就真的照着去做 并且效仿圣方济等先贤 用祷告 灵修 默想的方式来提炼精神 求得异象 结果 他深感自己的灵命境界 得到飞速的提高 待伤势痊愈之后 伊格纳丢心中 那种长存的浪漫英雄主义 仍然激荡不已 他一拳一拐地 到处游历 要实现他的远大报复 所以 即使他的腿脚 留有残疾 但他仍然四处奔走求索 后来 他又义无反顾地 加入了童贞女武士团 当了一名武士 1522年 伊格纳丢 决心到耶路撒冷去朝进 他想要亲吻那我们的主层 行走过的土地 要寻找圣母玛利亚 踩下婴儿耶稣时 所经历的异象实证 于是 他收拾行囊出发了 当年三月 他先到访 加泰罗尼亚地区 中部山峰 蒙色拉特山上的 一所本赌会的修道院 在这所修道院里 伊格纳丢 在冥想中仔细地审查了自己的罪过 立志要像使徒一样过清贫的生活 他把自己身上穿着的上好衣服脱下来 送给来修道院求助的穷人 随后找了几件千疮百孔的麻袋 不宜穿上遮涵 当夜 他在修道院中通宵首夜之时 便把随身的剑笔放在童真女玛丽亚的祭台上 对上帝发誓 从此他要过最圣洁的生活 第二天 伊格纳丢 步行到附近的曼雷萨小镇 他在那里住了一年多 常常参访附近的道明会 修道院 开始得到各种意向 他平日在一家医院做杂物 以换取食物 其他的大多时间 则是住在附近的山洞中 灵修默想 寻求献身之道 他在那里实践严格的禁欲主义 每天要祷告七个小时 他把得到的各种特殊经验 加以凝炼升华 形成了一套 他称之为灵性操练的灵修方法 他总结道 经过实践这种方法 人们会彻悟人生工作的目的 就是要在上帝之下 完成上帝的使命 每个人都应该为了上帝的荣耀 和自己的灵魂得救 而定制归向基督 借着基督的保险来除去罪恶 基督徒应该完全顺服上帝的意志 对世界持有圣洁无瑕的态度 把所得的物质财富 显出为上帝的事业服务 而且每个基督徒应该都有一个宏愿 就是要成为教会中有最守纪律的人 而且要服侍教会 广传福音 不稍微抗 1523年9月 伊格纳丢继续向圣地迈进 9月3日到达耶路撒冷 投靠到当地的方济会 修道院 按原先计划 他是想定居在此 一方面实践他的宏愿 另一方面他要为基督的名 向这里的回教徒传福音 但是方济会的势力 在当地已经示威 他们的传教士自己都难以立足 无法长期融流的 于是劝伊格纳丢 还是回欧洲服侍 伊格纳丢 大失所望 只在耶路撒冷待了20天 便起身返回欧洲 圣地之行 虽然不是那样岁月 但是伊格纳丢 意识到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他从来没有重视过 学士修养 受过的教育也极为有限 但是只有受过良好的教育 他所愿做的圣工 才有可能完成 当时他已经32岁 大好韶华已逝去 只毁年少未稀释 不过伊格纳丢没有这样悲观 他一旦意识到问题 不是怨天尤人 而是专心解决问题 回到欧洲 他直奔巴塞罗那 先开始上一所免费的公共语法学校 从儿童课程学起 只花了一年多功夫 他便将小学中学课程 全部修完 之后跑到亚尔加拉 及萨拉曼加 两处的大学 进修大学课程 从那时起 伊格纳丢一边学习神学和拉丁语 一边继续实践他的灵性操练 并将之编辑成 一本灵性操练的册子 在亚尔加拉和萨拉曼加 这些地区 具有领袖天才的伊格纳丢 还集合了不少 与他情投意合的伙伴 教导他们 跟他一起进行灵性操练 他的聚众操练 引起了西班牙宗教一端 裁判所的注意和警觉 因为有人向裁判所举报说 伊格纳丢没有任何神学学位 没有教会的圣职 也不属于任何派别的修道院系统 但他竟然敢胆大妄为 私自聚众讲道 还搞了一帮人 进行一些神神秘密的灵性操练 疑似反教廷的一端组织 裁判所立即派人将伊格纳丢 教训问话 还把他的那本灵性操练小册子 一句一句的详细审查了一点 审查了大半天 他们没能从鸡蛋里找到一丁点骨头 也没有找出伊格纳丢 有什么异端问题 于是只好将伊格纳丢训诫了几句 命他今后不准再聚众操练 伊格纳丢走出裁判所 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心道 虽然我坚定不移地支持教廷 认定圣洁的教皇陛下是代表上帝 治理世上的教会 但是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宗教裁判所的耳目爪牙 动不动地就把人带进裁判所审讯 实在有点恐怖 看来这西班牙不是九流之地 也没有什么发展前途 可是到什么地方去继续我的灵性操练呢 有了 伊格呢丢这时 忽然想起前些日子 一个从法国来的伙伴 向他介绍过巴黎的情况 这时他的内心又有了一个新的方向 巴黎是世界文化的大都市 是教廷的忠实盟友 那里有许多驰名的神学院 修道院和高等学府 我何不去巴黎求学生造呢 说干就干 1528年 伊格呢丢封尘仆仆来到巴黎 凭着自己的聪明勤奋 他顺利地考入明文侠二的蒙太居神学院学习 这是一座曾培养出大量超一流神学家和哲学家的神学院 比如伊拉斯摩和加尔文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有趣的是 伊格那丢考入蒙太居的时候 那位比他年轻18岁 日后名震欧洲的加尔文 正好从蒙太居毕业 伊格那丢和加尔文 在蒙太居神学院求学期间并没有交集 但是这两人后来都成为一等一的神学天才兼教会领袖 只不过两人从属不同的阵营 加尔文成了新教改革派的领军人物 伊格那丢却成了代表天主教抗击新教的领军人物 看官您假想一下 如果两人能在蒙太居有交集的话 说不定这两位天才人物能够有机会坐在一起畅谈各自的神学观点 相互影响 有好探讨 说不定两人会在不少问题上达成某些共识 不过历史没有假想的事 只有上帝早就命定的肯定的事 虽然伊格那丢没有机缘 在巴黎与加尔文谋面 但是他却在巴黎劫持了一帮志同道合 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正是与这帮朋友的相识相谋 伊格那丢在巴黎创立了一个延年至今 影响深远的独特的修会